LCR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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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不得了 剛剛看到這個VCR 最後有一句話說 我們無法改變世界的變化 但是追逐之所於類 是因為守不住 這是你自己寫的一句笑語 守不住什麼 體重嗎 對啊 我覺得我那時候會寫內盒是因為 你覺得自己 有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像是比如說 一些真正的 內心可以支撐我的 比如說很單純的對音樂的喜歡和感受 還有跟親近的人的互動啊 跟什麼什麼 就真正重要的東西 如果沒有好好守住的話 就是外面的世界再去追 只會更累 所以就是寫的這個 是 創作人總是特別的敏感 你剛剛是哽咽的意思嗎 你這樣養頭的意思是 想一下 拉拉總是有自己的節奏 他也常常在 午夜夢會有一些很棒的思緒 比如說他現在也告訴自己說 生存下來了 但是生活呢 你的生存你知道是很強大的 但是生活相對被打亂了 現在變得特別忙碌 在這五個月裡面 人生起了好大的變化 對不對 有什麼樣的感受嗎 會不會覺得 是終於等到這一刻了呢 還是反而覺得 哇 好累喔 就是原本以為 要的就是這個 但是真正走到這裡的時候 才發現 這個跟我原本想的是不一樣的 像我那時候第一次 要去參加那個節目的時候 我以為就是像以往的歌唱節目一樣 唱完歌就走了 那種 但殊不知就是一直 然後面臨到很多 之前沒有想到的問題 而且那些問題其實是 很根本很基本的問題 是 然後這邊全部都要很直視他 然後一直到現在 會覺得我回不去了 當然都是好的 都是現在看起來都是好的 可是過程中就是 自己一直驚覺說 喔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就是一直在內心驚嘆 是 在這過程當中 我想大家也看到你的這個爆發力 尤其在那個舞台上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是歌手 不管是哪一屆 多半都是那種 很大槓的那種 就是比較容易吸引到目光 可是你反而是一個小清新 一個唱作的 然後很優雅地站在舞台上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在那舞台上 特別漂亮 就今天看到你覺得 那個光是打得比較 你不要突然間做回臉 對 我回想一下這幾個月好了 因為將近一百天 然後來來回回 飛來飛去 就像你剛剛講 又要回頭去思考音樂 最根本的問題 然後重新去面對它 然後有這麼多的對手 然後有這麼多的壓力 你內陣睡得好嗎 應該也不是很好 一開始也是就是 就沒有刻意要減肥 而真的就是吃不下 然後就自然就瘦了 然後後來到第三個月的時候 我大概抓到那個節奏的時候 又開始就是 又胖了 又開始吃了 可是我覺得就是 很多事情 當時我覺得 是很不得了的大事 會覺得 怎麼可能 我一定夢到 或是天啊 我這樣子會不會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擔心人家怎麼想 或是怕自己出糗 什麼什麼的 但是過了以後 都會覺得 那個過程其實是很珍貴的 是 好險沒有就是 放棄 一直堅持到結束 非常的優秀 現在已經過了一陣子了 心情都很OK 都很自在 對不對 不過那是一個很棒的回憶 而且你也交了好多好朋友